字幕by索兰娅 好,那 他最高倍率可以到 12倍,就是 每消一種符石就增加2倍 那5種屬性加新 符石總共12倍 那,其他增傷角色 好像都差不多,就是 基隆、盜滿跟 雞腳跟奧丁 然後最後搭配打擊 對,我們 這個其實跟上一次的 那個隊伍一模一樣,只是把那個 獅子換成那個 安倍琴敏了 不過安倍琴敏,倍率好像更高喔 那我這邊 以那個 基隆當隊長 因為他的龍,龍的龍克 那個傷害增加 好像比較多 比起妖精的那個,一般的龍克 傷害加的好像比較多 好 這邊 一樣 存珠 然後記得要存到 5個屬性加新珠 那,水珠盡量多一點啦 有點可惜的是我這邊水珠只有4組 然後火珠 有2組 這邊其實要存的話應該 1組火珠把它存成水珠會比較好 但是 存很久很難存阿 如果有5組水珠的話 傷害一定可以更高啦 好,我們這邊 至少先確保有消到 6種浮石 好,記得開龍克 好,這邊龍克是 連鎖浮紋 好,這邊好像要消到4顆4顆 才有COMBO 這邊 趕快消一下 怎麼壓不到 好,只有1萬多 好 倍率是 140%的樣子 好,我們的傷害 傷害總共是 19億 我們的傷害總共是19億 安倍奇名打了 18億 然後盜蟎好像打了1億多 1億7的樣子 盜蟎,盜蟎打也很痛耶 好啦,那最好的 更幸運的是我們的基隆又跳起來了 還蠻幸運的 50% 那都是一次搞定 還蠻幸運的 沒有傲嬌不跳 好 那這邊 打19億 也一樣得到5億傷害的所有獎勵 好,那這邊一樣有4個肥料 那這邊的肥料還不錯 都是已經練滿 都是30幾了 可以直接吃 還蠻,蠻好心的 那我們這邊 呃,19億 暫居第二名 第一名有21億 那他應該就是有水珠 應該有 有幾滿5 5種吧 有5組 那,不曉得他還是沒有存一些強化珠 有強化珠當然就更痛啦 那我們這邊是剛好有天降兩組 然後 呃,多兩combo 所以打擊的倍率又稍微多一點點 那,不過就是少了水珠啦 沒有天降水珠之類的 哈哈哈哈 好,那 前幾年隊伍差不多都跟 呃,我這一隊一樣 都是這個組合 那 呃,我今天來看一下其他 有一些,呃,也是 呃,可以競爭20億的一個隊伍 是光基友隊 光基友搭配安倍晴明跟盜滿 然後搭配水污 對,因為 安倍晴明的那個回復力其實還蠻高的喔 是500多 那水污搭配下去的話 傷害就變2000多了 所以增傷效果也是蠻不錯的 那一樣是搭配機腳 跟那個 最後的呃,隊長是 呃,打擊 這一隊也是可以競爭21的門檻 所以這一隊呃,沒有基隆 或是不想要基隆的倍率的話 那個機率50% 有點微妙的機率 那,你可以試著用光基友隊也可以喔 這一次的巨浪試驗的襲擊 就成功打出19億的傷害啦 算是還蠻漂亮的傷害喔 好,那這一次就先到這邊結束啦 祝大家好運喔 那我們下次見 大家掰掰 掰掰 那麼,在這邊 我們下一個月 多敗,可以見到